大家好,我是RX 巨虹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洪在野 Hardware Guide 今天就会和大家讲一下 富士数码相机的菲林模拟功能 很多人用富士相机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它有一个独特的菲林模拟功能 它有很多不同的菲林模式 被摄影师选择 选择了不同的菲林模式的时候 它就会有菲林独特的味道出来 出来的效果挺讨好 而且操作相当简单 在现在来说 很多人会选择用JPG 因为JPG就会直接出到菲林效果 但是在RAW方面 又是什么一回事呢 今天就会和大家讲解一下 在RAW方面 其实你需要一个RAW的处理软件 富士和Silkypix 都合作提供了一个免费软件 给富士机的用户转换RAW的档案 在转换的时候 其实它就可以在软件里 选择用什么菲林模式 譬如你在拍摄的时候 你原本是选择了Aprovia 如果你拍RAW的话 你在转换RAW的时候 你可能就可以转换其他菲林模式 譬如你觉得想要一个比较flat的效果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用Eterna 这个就是用RAW的好处 而且传统跟RAW拍摄一样 其实你可以在后期做的时候 去微调曝光 这个白平衡等等的操作 都可以在软件里面做 我们今天就会先和大家试一试 用富士这个软件 去做一个菲林模式的切换 而之后我会再和大家讲解一下 究竟在Photoshop和Lightroom里面 是怎样用到菲林模式的功能 在这里来说 我们就会看看 譬如说我们这张是一张RAW拍摄了出来 我们其实要去转换不同的菲林模式 还是很简单的 我们只要去到它那个Color Setting 在这里是Color Setting 在这里的Profile就是Film Simulation 就是菲林模式 我们只需要在Color Representation 选择我们想要的菲林效果 在这里预设的时候 拍照的时候就选择了Provia 就是Standard的 但我们发觉 原来拍照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对比度太强了 我想要一个flat一点的效果 在这里选择Eterna 可以即时转用了Eterna的效果 我只要再去Export那张照片 出来的照片就会有Eterna的发色 但是这个情况 在Photoshop和Lightroom会有点不一样 其实在Photoshop和Lightroom来说 问题是因为他们会预设 就是使用一个Adobe Color Adobe Color就是它自己的颜色设定 在这里使用上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如果你在拍照的时候 无论你选择的菲林模式是Provia 或者是Eterna 或者是其他的菲林都好 那你出来 去到Photoshop或者Lightroom里面 都会变成Adobe Color 在这里来说 解决方法来说 就是你在这个Photoshop里 你要选择 在这里 我选择Camera Machine 可以选择各样的菲林模擬效果 例如在这里 我们原本有Provia 就是我们拍照的时候的Setting 接着另外就是Eterna 在这里可以选择我们想要的菲林模擬效果 这个呢 再去Open Image 我们开出来的File 就会有我们想要的菲林模擬效果 至于在Lightroom方面来说 这个情况也很相似 其实我们在这里 这也是同一张照片 在这里来说 我们看看它的Profil是Adobe Color 我们在这里只要选择 Browse 接着是一样的 再开一个Camera Matching 现在我们想选择另一个 我选择另一个 X-Tier Double Click 接着出来就是 另一个不同的菲林模擬效果 使用方面都很简单 不会太复杂 不过就会有一些限制 比如说 其实有些功能 相机里面有的 但是在Photoshop 或者Lightroom里面 就没有对应 比如说 富士里面 其中一个近期都很热的 topic 就是DR400 这个功能来说 在Lightroom和Photoshop 就没有对应过 所以如果在Photoshop和Lightroom 来说 你想开DL400 效果会没有 所以如果在Photoshop 拍照时 用DL400 又想有效果 那你就可能要用 富士本身 和CityPix 去开发的 RAW 螢幕 去转相片 才可以有效果 是的 如果大家觉得我提供这个资料 有用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就订阅我这个YouTube Channel 将来来说 我会再跟大家说 一些关于摄影和音响的资讯 多谢各位 拜拜